大家好,我是中医刘凤霄,天气渐渐凉了 所以,现在推量没劲,气渐冷凤的问题,尤其是杀了年纪的人,这时候就更加明显 最近,有好几个话说翻译了,关着点儿说不好 一吹风,一说汗,直接关着点儿就开始冷腾,发生动露 零条腿啊,没劲,上个楼皮都感觉很暖熟,关键取舍贴 而且,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痛痛不湿,尝尝还终于导致造性 这个怎么办呢?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四位东方,叫你鼻子无缝囊的汗气 那么这个问题,在中医看来,多跟呢,外甘同汗,或者是汗食的管制那样的关系 在中医里面,成为避震 但其实,最本质的原因呢,还在于沈阳部族所导致的 沈阳部族,整起飞去,就容易导致了一些泄气,侵入其林 所以,大家也可以从生活实际中,观察一下 这个人,除了用池气管制,扔腾的问题 派出腾的网友,摇气,酸乱无力,精神疲励 耐着,不敢动 手术啊,常常是无日啊,容易疲倦 有些人把这个,甚至很窮为中战 但是呢,不恐怖日啊,余汗会加重 谁都射到来一看,也是射太怕,太悲哩 所以,如果,你也是出于这个情况 我们往往,就需要用,微氧,取风,撒探,处食一斤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中文啊,遥叉法 对于这个痛痛啊,就用起到适当的环节可行 我们可以准备啊,八几天,牛脾,五甲皮,还有枪祸 这次我要十点,染过来,切成小水框,房间差别 用腹锤重划以后,在门上温柔,就开了 明天上下午,隔跑一几 用的时候啊,注意暴乱,不要吃点吃,沾凉水 这个计划法呢,我也常常在林创上,或者是在老家 推荐给啊,解放令,请某好友们使用 翻译效果呢,还是不错的 那么,分析一下,这里面,八几天,主要是不一样的 可以抢筋骨,而不加辟,不禁不敢是抢筋骨 还能取汗散湿,将货,也是重在散汗截标,去风,触石,追腾 牛脾可以不宜干涉,强劲装骨 所以呢,总的实在,这四维络合力 对一样即便需外干浑汗,快汗式的缝纸管制要满 使用不错的改善,大家喜欢看吗? 感谢观看